長達十六年的牡丹水庫興建淹沒了當地排灣族人的土地爭議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舉辦了淨法補償處理原則溝通說明會 針對牡丹水庫淹沒區左岸土地救濟案扣除淨法補償 能夠再與地主協調後 決議每公頃每年將救助四點一三萬元 但是已經領取淨法補償兩萬元的地主 就必須扣除先前的淨法補償 拿了救濟金就必須扣除先前勤領的每年兩萬元的淨法補償金 地主大為不滿 也表示淨法與補償地上損失物怎麼又放在一起討論 大家仍然希望不要將淨法補償兩萬元扣除 並且強調地上補償問題與淨法不能混為一談 政府對擠水區造成不變的一個回饋金 跟我們救濟案有關係嗎 我們的盲國收益損失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八 九九一直到現在 還是持續地在收益的損失啊 跟我們回饋金裡面是沒有關係 回饋是政府的政策所訂定的法規 當地培館族人要求補償歷經了兩次的地方說明會 還有三次的救濟處理方案溝通說明會 從民國八十六年開始陳情至今 大部分剩下的是中生代的地主 不少年紀大的地主已經等不到補償而離開了人寺 等了將近十六年的居民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 最後同意了水資源局提出的方案 每年四點一三萬元的補償 十年的方案 水資源會趕緊向上承報 居民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領到救濟金 記者阿羅來哥社 屏東牡丹 採訪報導